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张 这是我今天赶海收获的海鲜 有海鲜,八爪鱼,山背海螺什么的 然后我打算煮一下,我试一下 海螺冷水下锅 哎呀,这个还有点够 我把海鲜放到上面蒸着吃 盖上锅盖 这边锅开下午,小短腿包爪鱼 这个海鲜煮的差不多了呀 我再给它把它铁一下 一会开口就可以吃了 小包爪鱼熟了啊,咱把它捞出来 这个时间不能煮时间太久了 煮时间久了的话呢,反而咬不动 好了 小包爪鱼熟了 好,沉出来 还有这个海鲜 这是一只六只脚的,你看 可以多吃一条腿呢 好了 海鲜熟了 可以上桌子吃了 咱们来先尝尝这个海鲜啊 看 吃那个六只脚的吧 很漂亮啊 好多朋友还不知道海鲜吃哪里呢 就这么打开一看 啊,这个深色的就是它那个黄 特别的好吃 拿上块的 这就是它的黄啊,特别的鲜 嗯 甜甜的,鲜鲜的 味道很鲜美 有的朋友不知道说是连咳一起吃 说根本咬不动 不是那样吃的啊 你可以把这个肉扣出来 炒的菜啊,做汤放里面都很鲜美 这个够都不算爸爸,肉也不是特别的多 就是不经常吃这种东西的人呢 不建议吃太多了 肚子不好啊 容易拉肚子 然后这个小八爪鱼 吃一个大的 啊,留了好多磨的 让你这个酱油加剑膜 哇 看 就是磨 嗯 这个磨特别的鲜啊 再来一口 嗯 加这个腿 你看这个,碗里面都是这个磨 哇 哇 这也太鲜了 咱们再来一个大海螺 哇,一下子就出来了 整个的啊 好多朋友都说这个大海螺的 这个肝不能吃 这个苦胆不能吃的 其实我们海边人经常吃 我教一下大家吧 这块是它的肝 撕开,然后就把它挤出来 肝吃多了会头晕 那个苦胆吧,有特别的色很苦 这两块是它的筛 过滤这个海水里面的脏东西用的 好多朋友都说 天天看你们吃 看是看会了 但是没有 这一整个吃就会比较过瘾 我这个上面都沾上这个 里面都是这个包着一个磨 先吃个黄 哇 好鲜啊 好好吃 再一下吧 哇 哇 很脆 这海螺鲜片两碗也很好吃 还有一口啊 一次吃吗 嗯 太过了 像我们这里吃扇杯啊 就跟嗑瓜子似的 就这么打开 就一个个的吃 就吃零食似的吧 很鲜啊 这都还不小的 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们想吃吗 我先吃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